每个人都有癌细胞,这也是公认的常识。 是,癌细胞既然本有,未被检查出又有何喜?既然本有,为何还要检查?如果说癌细胞是要命的,又是本来具有,那么我们是如何活过来的? 可见生死与癌细胞的有无无关。 那么,是不是癌细胞具生成癌肿瘤之后,就会威胁到生命? 如果会,为何有人得癌肿瘤却不发病?既不发病,怎会死人?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的有无无关。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大,可是有人癌肿瘤都长到二三十公分大了,为什么还活着?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要长到多大就必然会死。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大小无关。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多,可是有人体检时癌肿瘤已转移多处,为什么还活着?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转移范围要多大就必然会死。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多挂无关。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不够高,可是有人癌肿瘤以上万,为什么还活着?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指数要多高就必然会死。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高低无关。 综上所述,可见癌肿瘤的有无、大小、多挂,及癌指数的高低跟生死无关。 其实异常形态的癌肿瘤与发白面皱一样,都是生命衰老败坏过程中自然会产生的现象。 此现象只不过在提醒我们,体内代谢变差了,不良生活习惯该改变罢了。 不可视同疾病,更非绝症。 因此,人绝非死于癌肿瘤,就像人绝非死于发白面皱一样,最后皆因热能耗尽,体力衰竭才走的。 既然生死与癌肿瘤无关,而是与热能体力有关,所以研判病情轻重好坏, 不需参考癌肿瘤乃至癌指数的变化,只需参考患者的体力变化即可。 也就是当体力转家,表示转微为安,不向坦途。 当体力转弱,则表示趋向恶化,步入险境。 由此可见,身体有无疾病,病情有无好转,自己就可断定,不需仪器检查。 此外,癌肿瘤是由患处体伤所致,所以通过按推原始痛点,即患处痛点,配合外热源温敷, 既可解除症状,又可使癌肿瘤缩小,乃至消失。 然而不幸的是,民众在不知可自我诊疗的情况下去做检查。 而检查出来的癌肿瘤,却不断地被夸大丑化成致命恶极。 甚至有些医师会用此来威胁恐吓民众。 如果不接受手术或化疗,癌肿瘤会迅速恶化,最多只能活几年,几个月,甚至几天等云云。 让诊断,原本是用来研判治病多久会好,如今却用来预测大线多久会治,使民众吓得半死。 每天活在死亡的阴影下,这哪是找回健康的开始,根本就是噩梦的开始。 再说,只要有生命就会有癌,而癌从细胞到肿瘤,就像有头就会有发,发会从黑到白一样,是难以避免的。 所以癌肿瘤同白发一样,都是生命过程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。 白发既然无需除掉,对癌肿瘤又何必痛下杀手,而苦了自己呢? 而且杀了又长,长了又杀,如此反复地重创身体后,只会病得更重,死得更快。 所以癌肿瘤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新医的诊断与治疗。 比如一次断层扫描的辐射量是不同部位,约略等于100到400张X光片。 穿刺,切片检查,又在伤口补上一刀,让癌肿瘤进一步恶化。 而手术、化疗、放疗的破坏性,杀伤力更大,会使患者的热能严重消耗,体力瞬间变差,甚至让器官衰竭,死亡加速。 即使侥幸挺过来,因身体已遭严重破坏。 若不努力改变生活方式,以改善热能不足及体伤,癌肿瘤很快就会复发扩散。 这雨把冰块敲碎,冰块暂时不见了,但温度不变仍会结冰,是同一道理。 可见患处体伤所致之癌肿瘤,是要从阴下手,不是从果下手。 心医处理癌肿瘤最大的过失就是从果治病,比如用刀割除,用药毒杀,用放疗攻击,或者不要进步,想将它饿死。 这些赶尽杀绝的治疗方法,都是从果下手,与因无盛。 有癌肿瘤属衰老而非疾病,如此处理,不仅破坏性大,还超出致病范畴。 所以,若不想被人为复杂的医疗方法制导奄奄一息,痛不欲生。 那么,最好是以自然简单的保健医疗方法从因处理。 一级在生活中,通过适当运动、充分休息、良好心态等,积极地把体力调整好,使自己活得有干劲、有动力。 此外,不仅要善用外内热源,主要是以姜粉、姜粉泥或姜汤直接用于体伤位置。 还要按推原始痛点,甚至换处痛点,并配合其他外热源。 如此,才能改善特定部位的体伤及热能不足,提升人体的免疫力、自愈力,以达到有病可素育疾病,使患者转危为安。 无病可抗老增兽、预防疾病,甚至使癌肿瘤消失。 也唯有如此,才能掌握健康的自主权。 毫无疑义,这种崇尚自然、尊重生命、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,才是医疗与保健必走之路。 总之,癌肿瘤既非症的不适感、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,也非壮的组织受损。 可见是老而非病,故不可将其作为治疗疾病的对象。 有癌肿瘤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,可见是果而非因,故不可将其作为诊断病因的依据。 否则就会犯了老病不分及倒果为因的过失。 其余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,亦应作如是观。 一人为伴,一并为师,永远不停步,永远不停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